大家好,我是艾迪证所徐医生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关于扁平油还有HPV的那些事 在咨询的过程中经常会有遇到可能脸上会有扁平油的问题 那扁平油是什么呢? 扁平油它是一个肉状的凸起在脸上 它会稍微略高于你的皮肤 有的是条状的,有的是扁平的,微微的凸起 有的是整个肉条状的凸起 在脖子上的话,多是显示为是条状的凸起 那大家可以看到扁平油它是带有肉状的凸起 脂肪颗粒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比较规则的 在皮下有一点点圆圆的骨气 但是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一个白色的点点 有的时候扁平油会和我们的老棉斑以及雀斑给混淆掉 雀斑一般是不会有凸起的 它也不是通过病毒传播的 那扁平油呢,是通过病毒传播的 是叫HPV病毒 那看到这里的话,大家又会问一个问题 什么是HPV病毒? 它和我们所说的九戒疫苗Guard-Cell 9中的HPV病毒是有什么区别的? 九戒疫苗中的Guard-Cell 9它所防的那九种HPV病毒 是导致性传染病的HPV病毒 而导致我们皮肤病的,像是我们扁平油的HPV病毒呢 它是不通过性传播的,而是通过皮肤接触 那谈到这里的话,大家就有点害怕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打九戒疫苗的时候 是为了防止弓箭癌的嘛 那这个,就是我们脸上的和脖子上的扁平油的 这个HPV病毒是不导致任何的癌症的 那在这里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九戒疫苗中的HPV病毒 和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导致扁平油 脸上和脖子上的肉状突起的扁平油的HPV病毒呢 它们虽然是属于一个很大的家族的 但它们属于家族里面的不同的成员 它们所导致的疾病也是不一样的 就像九戒疫苗里面的HPV病毒 它是九种HPV病毒 有的是导致公颈癌的 有的是导致尖锐湿忧的 就是我们因故私密处的肉状突起的 所以说我们再听到HPV病毒和脸病毒的时候 就不要轮放肠胆了,不用害怕了 然后因为它不导致我们的性传染病 它也不导致癌症 那九戒疫苗有必要打吗 我认为是非常有必要打的 你是为了防止公颈癌 以及尖锐湿忧越早打越好 即使是你已经被传染上了 一种高分歧的HPV病毒 它也会保护你不受其他的 已经涵盖在九戒疫苗中的 其他HPV病毒的感染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这期视频 我们下期见